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,大小城市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了车,很多喜欢开着自己的车去玩,也喜欢独自洗自己的爱车,就会在网络上买一下洗车用品来洗, 然而洗车再也不需要专业人士来洗,当然很多人自己买洗车用品,第一就是可以省钱,第二就是和自己的爱车联络感情,所以很多人都纷纷自己洗,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几个问题,特别洗发动机的时候,很多人也不看什么车上的说明,上来直接就洗,要是洗车的表面时就很容易洗干净,也不需要注意太多细节, 但是发动机舱内的一些脏东西又该怎么来洗呢?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打开发动机舱就洗,这样是绝对不行,就算你用什么洗车用品,也有很多人可能不敢去洗看着这么多的电路,都不知道从那里洗起, 其实发动机舱内所有的零件都是防水,防透处理过的,虽然是防水也不能乱洗,主要洗的还是里面脏东西,就是一些灰尘和油泥,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清洗,就会影响发动机的散热, 从而覆盖在一些线或者橡胶上面会加快线的老化,严重时有自然的危险,所以要记得发动机舱要定时清洗,但是车开久了车内的部件的老化,已经一些特殊位置的存在,此时再用高压冲洗就很容易,造成发动机需要大修, 发动机舱主要怕水,就是电器接插头,保险盒,行车电脑,以及它的各种滤芯等,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清洗,发动机舱之前,还要记得要让发动机保持冷却状态,否则一些橡胶件就会产生变形,严重的就是断裂,所以定时两年内清洗,如果发动机舱实在太脏,难以清洗, 还是到4S店去找专业人士,来的清洗的同时本人也在监督着,如果还是不想去那些店,就自己买清洁剂,和牙刷喷壶,自己动手清洗,也可以,但还是要小心清洗,好了,今天就讲解到这里,大家看完有什么不一样看法呢?